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区 位于温哥华的南边 一个叫三角洲的地方 这里有一套房子 我们进来看看 把鞋子脱了 还说带大家来看这套房 啥意思呢 因为这套房我住了两年 现在大家看到什么呀 像煮酒厂被减草机刚剪过一样 对吧 这是专业吸尘器 地毯清洁机用蒸汽洗过的 墙壁看得到一点痕迹都没有 像没人住过一样 这边是卫生间 为什么搞这么干净呢 因为这套房子已经被我卖掉了 啊 这个地毯还有点湿了 看一下啊 检查一下这个成果 这里还插了一个网线 正在通风 这里远处啊 冬天可以看到雪山 这是我昨天睡觉的垫子 还有被子啊 还给我剩了两条毛巾 垃圾袋啊 干干净净 这个架子啊 所有的都非常的整洁啊 一点生活的痕迹都没有啊 你看看 这个 这是用过的啊 这里有一点点痕迹啊 然后这个罩呢 因为我根本就没用过 所以情不情节都一样啊 说这一点真的看不出这个生活的痕迹啊 全部都是空的 这个呢 是留给这个新房东的啊 一整套东西啊 好 我们再到楼上去看一下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就是交房钱要做专业清洁 因为我以前在新西兰卖房子呢 你自己收拾就行了 是由买家请专业清洁公司来做清洁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 温哥华 他这边是要求这个卖家做 但租房 对吧 你退租的时候 你租户要请清洁公司 录像随俗吧 哇 连帘子都不取了 帘子到去了 这个帘子也撤掉了啊 行吧 每个房间 墙上 橱柜 一点印子都没有 以前这里挂了幅画的 全部拿掉了啊 墙面是干干干净净的啊 这里面 没有任何生活的气息啊 但这一切来自不易啊 要知道在这里 哎 这什么 衣服 哦 好吧 我带我来处理一下 大家看看 真正做到了 猪跟梅猪一样 哈哈哈哈 我这次回来 突然赶回来 就是为了这个房子交接 我们到车库再来看一下 这是我剩下的鞋子 这是我马上装车的 哦 还有这个花 这里还有四袋垃圾 把门打开一下 全部要装箱啊 啊 现在车子已经装满了啊 不过呢 后座还空着啊 也不说全空啊 估计这里全部要装满啊 怎么说呢 说实话 过去的这 这差不多两周时间吧 我一直在清理这套房子啊 有人说断舍离嘛 反正东西扔就行了 但真正你做起来你就发现 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讲 这些家具也好 这些生活用品也好 你把它处理掉了 如果交给第三方一个外人来处理 是非常简单的 就有点相当于你手机里一千张照片 对吧 你看都不看 直接一拉一拖 一秒钟就处理完了 但如果一张照片一张照片的过 对吧 你就发现 这些物品啊 一件一件的你去 你去边看边决定怎么处理的时候 你就发现特别痛苦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断舍离的不是一件物品 不是一个金钱的数字 而是一段回忆 是一段人生的经历 也就是说你把这里面的真的 可能加起来有好几百件物品 对吧 一样一样 过一遍的时候 你的人生的回忆就是几百次的重现 你知道吧 然后真的你难以舍弃的并不是这个物品本身 而是这段人生的经历 你有一种就是说删除一张很好的照片的感觉 但这个价值只对你自己有意义 对其他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我很希望有这样的公司能够帮我 帮我去处理这件事情 但实际情况是做不到 我们不是搬家 不是搬家 因为这房子卖了对吧 然后呢 我是这个暂时没有买新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房子我们未来一年还不会住 所以呢 在比较了现在的这个行情和这个利息 就是这个银行贷款的这个利率啊 这个这个形势之后 我就决定把它给还是卖掉算了 因为新房里出租 对房子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然后你在卖的时候 你的租金要用来重新喷漆啊 修复啊 可能最后你挣不到什么钱 那我这个房子的话呢 我是2021年这个来了之后 好像六月份买的啊 是2022年的这个六月份交房的 当时买的是80万 加上百分之我的税 那么我爸就84万吧 那么这次卖呢 我卖了98万 而且非常有意思 我们这小区大概有四套房子 都是在七月份就一下子卖掉的啊 我这个面积呢 是1600多尺 还有一个类似的 比如这稍微大一点点的 他先卖卖了个98万 那我这套房子只好 只好 对吧 随行就是也就98万卖掉了 那为什么我决定卖掉呢 除了不适合于出租之外呢 因为新房嘛 还一个原因是我五月份的时候呢 来这边的时候 我去了RBC银行啊 那么银行的人跟我 我说我这个银 我到底贷款现在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2022年拿房的时候呢 是帮的贷款是二点几的利率 那时候我每个月还款是2400加币 后来利率一直往上调嘛 我也就跟着月供往上走 但是呢最终呢也不过是交到了3080加币 涨幅不算特别大 你知道吧 涨到大概600加币嘛 但是利率呢 从二点几一直最高的时候 六点几嘛 还七点几 好那我就专门去了银行 我说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我有没有可能提前还一点减少这个月供 然后银行跟我说 我现在贷款 我当时贷的是30年 现在他跟我讲 我的贷款是44年 你知道吧 然后利率是6.4还是6.5 我一下子就警觉了 你知道吗 银行对我 对我的这个健康 比我自己还有信心 44年啊 我的妈 也就是我要还到90岁了 你知道吧 我还不知道我这里能不能活得久 所以银行对我很有信心 其实我就感觉这里有种危机 然后呢 我是浮动利率嘛 有固定利率的朋友跟我讲 他们跟银行谈是谈了五点几 就我的利率呢 比比别人高了 可能1%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算了 二一个呢 这么高的这个还款连线 其实就是银行把这个风险啊 给给给转移了 你知道吧 就是说如果他按照30年来算 我可能现在要还4000 甚至还5000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还不起还不起 那就断供断供就变成银行的坏账 所以银行呢就采取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啊 改成44年了啊 这样的话呢 他觉得我的这个月供还在我的承受范围内 那我在想这种游戏你能玩多久呢 这为什么就是说加拿大现在要赶紧降息 所以四千小后吧 我觉得房子再涨的可能性比较小 那么这道房子呢 就是说他有个特殊的地方 他是leasehold的就是说他是在印 不能叫印第安人啊 叫第一民族的这个自治领 你知道吧 他严格讲不归BC省政府管 所以呢他没有海外买家税啊 然后呢这个他是租约99年 很多刚出国的这个朋友在这边买房子都很忌讳这个东西 现在我好不容易摆脱了70年的租约对吧 土地的这个租赁方式嘛 我现在一定要有个永久产权的 但我呢在新西兰住过 知道永久产权 它的本质是什么啊 所以呢到这来呢 我只是看一点 就是说这个房子在整个温哥华的房市上涨的时候 它是不是跟着涨 我就发现对吧 这房子在19年卖的时候是六十几万 到了21年卖的时候涨到了80万 涨了十多万 这个幅度跟永久产权的那些个这个townhouse啊 独立屋啊 幅度是一样的 既然本地人不介意这个事情 那我当机立刻就买了 这样呢 你就是说还不用烦什么这个BC省政府的什么空置税 这些东西都不用烦 你知道吧 但出乎我意料 真的住进来之后 一年后我发现这种所谓的leaseholder的 就土地是租来的房子 竟然有房产税 而国内很多人讲 你就是我们国内的房子不应该收房产税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土地是租来的 不是你永久所有的 那么在这里的房产税呢 大概是2000多加币一年 2000多加币一年 我不知道这算高还是算低 然后它每个月呢 大概420还是400多加币的这个管理费 它包括了给你减草啊 帮你这个做必要的清洁和公共的这个设施 公共道路的清洁工作 还包括这个冬天给你这个雪道啊 这个车道啊撒盐 所以呢还是住在这里还是比较的这个省市的啊 这个管理费呢和住一套公寓也差不了太多啊 当然了老人来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在这里种菜的啊 这是为什么要卖掉 因为老人生病把我们计划全部打乱了你知道吧 然后现在还在康复过程中 那么就算他将来过来这个地方呢 离华人聚集区比较远啊 离列治文呢开车20分钟 去南苏里呢开车30分钟 呃这附近呢没有什么华人你知道吧 所以呢不太适合老人啊 在这里呢就是说你没事做啊 要么就开车出去 要么在家也不能种地 也不能也不能干嘛 你知道吧啊 所以呢我们就事前想后综合了一下 就把它卖掉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里离我孩子上学这样太远了 我原来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是准备到这附近有一个排名很靠前的私立学校 你知道South Point 然后我女儿也考上了 但是没想到呢他他在Yoke Hill UBC的那个高中呢读得很愉快 因为他八年级进去的 所以我一直跟朋友们讲就是说 什么时候孩子留学最合适 就是你去对方学校的时候 他那个班级刚刚组建 就是要么是高中的第一年 要么初中的第一年 对吧 这是最合适的 当然小学你很难做第一年啊 然后我们感觉那边教育质量也不错 这样呢我们就让他继续大学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从我这里开到UBC 要开多少公里 单程35公里35公里 而且呢我们没想到就是我们去了之后 因为你不能太晚动身 你要早点动身 这样我们到学校八点钟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 连咖啡馆都没有开门 所以你只能回来 然后再去接他 这样一天我们要跑140公里 然后呢 比如说坐在Delta这个区域呢 有个最大的一个挑战什么呢 就是说台湖隧道 那个隧道呢 你要是普通油车真的很堵 你知道吧 但是呢我们呢 就最后买了个电车 这样呢可以走快速路 这样呢就不堵了啊 真的不堵车 但是每天跑140公里 这个电车呢 靠在家里充电是不够的啊 所以我还必须在UBC用它的快充 在进行补轮吧 啊 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会买个200公里的 这样一个短途的小电车的原因 因为我们当时买电车的时候 说特斯拉 其他电车都要么就是马自达的 其他电车都根本买不到 你知道吧 啊 这呢就是过去这个两年 我在这里的生活 那么下一步呢 我的这个孩子和我爱人呢 他们在国内对吧 那我呢会继续在路上 大家看到我已经把所有行李 都准备好了 就是因为我下一站要去爱德蒙顿 为什么选爱德蒙顿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啊 关注后期的节目内容 那么我有个遗憾 你知道我来这里 今年是第四年了 其实我没有体会过真正的加拿大冬天 人家都说加拿大是这个北美的零骨塔 那零骨塔到底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你知道吧 所以我决定呢 替大家去那里待一年 去看看真正的加拿大冬天 真正的草原三省 在冬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因为夏天哪哪都很美 那么这呢就海叔呢 今天做这个节目 也是给自己做个总结吧 一个阶段到了 好 那么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也可以加入微信 Canada9969 那么今天节目就做 垃圾太多 高宝洁的公司不管垃圾 还得自己再打包带走 好 好 让我们出发 我还说到底还是垃圾啊 第一次看看怎么玩啊 不太不太熟了 这里是称重的办公室 你看到现在 这边就跟着 好吧 标准玩法是把车子开过去 先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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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完重以后 扔一扔完之后再称 那么这样呢 绿灯可以进来 好 多重了 2040 看啊 2040 等前面车先扔掉 然后再称一下 我现在是2040 哇 大家看看 垃圾粉碎场 好 大脚 好 被往前走了 绿灯亮了 往前走了 这段处理垃圾 最大要点就是说 你不用分类 你用这个黑色垃圾袋一打爆 往里一扔就可以了 如果你到市政的垃圾处理厂的话 他 他会把你的黑袋拖开 然后看里面有些什么 可以分类的这个内容 要求你做20分钱 告诉大家这个小秘密 这里的老板是华人 垃圾厂是个华人在运营 他们说已经运营有10年历史了 但他的员工现在看起来 好像主要是硬巴人 所以很多朋友说移民后干什么 或者要赚本地的钱 其实办法很简单 地上很脏啊 不管了 大家看我多少垃圾 这都是垃圾 把我打印记 这里还有一堆的垃圾 全面是一样 嗯 累死 OK Rubb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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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garden rubbish 这是一袋子 啊 书 也没用了 Its some books 这边 这边各种垃圾 这边各种垃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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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y first time You know It's the morning I come here and I have no idea how to do it Thank you Thank you Freet Thank you I'm free Rubbish Rubbish 这要碰到老板了 老板不愿露月 哎 这个是我们黄人在这运营 是吧 做了有十年 这个是买过来的吗 还是您开的 买过来的 这包这些设备填在里面 这规模很大 好恐怖的 非常巨大 好 走了 谢谢啊 老板很忙 我们就不多聊了 看这真的很脏 嗯 看这点贵吧 好我们走了 现在是去退货 Where's the exit 从这里退啊 从哪出去啊 还是这里是吧 原路 那个哦 这里哦 左边是进来的 右边是退出的 好 好名单了 我们来看看 刚才是2040 看现在多重啊 最便宜 起步价是52块钱 2040 现在多 两吨啊 刚才扔了40公斤了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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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钱在哪里交啊 这在哪里交钱啊 1990 而且50公斤 我还在说找不到人交钱啊 52.5起步价 虽然是50公斤重 但是 50公斤100斤啊 还没那么重嘛 反正是起步价52.5 是个普通垃圾 好垃圾用完了 撤 没想到啊 温哥华人垃圾是这么过程 没有意思啊 我们在那里交来